男子和妻子提议生孩子 不料妻子的态度让男子匪夷所思 咱们还是离婚吧 男子询问妻子的前小姑子 答案更是让男子心灰意冷 郑利如果要生孩子的话 就必须放弃对前夫遗产的继承权 男子认为妻子前夫的遗嘱 剥夺了妻子的生育权 请求法院确认遗嘱部分内容无效 被告的前夫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恩爱的男女组成家体 除了夫妻双方互相扶持之外 还要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我们案件的主任公张恒夫妇 感情深厚 但是他们却因为生孩子的事 闹起了矛盾 妻子郑利甚至为此提出了离婚 张恒赵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妻子为什么不愿意生育 为什么一提到生孩子就要离婚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案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018年的一天晚上 张恒心高采烈地回到家 手忙脚乱地做起晚饭 他今天要向妻子郑利 说出一个深藏已久的意愿 生孩子 他们两个人是二婚 已经结婚五年了 由于妻子郑利再婚时 有个年幼的女儿 所以张恒一直没有跟妻子提 再生孩子的事 今天他之所以鼓足勇气 跟郑利谈生孩子的事 是因为他受到了一个特殊的人的鼓舞 这个人就是郑利前夫的妹妹 她的前小姑子唐盈盈 几天前 张恒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她自我介绍叫唐盈盈 曾经是郑利的小姑子 现在已经和郑利姐妹相成 如果张恒有空的话 想和她见见面 张恒知道郑利的前夫是因病去世的 生前死后 他们夫妻乃至整个家庭 都没有什么矛盾 自己和唐盈盈见面也没什么不妥 就爽快地答应了 见面后 唐盈盈告诉张恒 她哥哥去世后 心里一直很难过 所以后来知道嫂子郑利再婚时 也没有心思和她联系 经过几年的调整 她已经走出了心里阴影 相信哥哥在天之理 也想让嫂子和侄女 过上幸福生活 于是 她通过熟人打听到张恒的电话 就给她打了个电话 想见见面 看看张恒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恒把自己和郑利结婚经过 和妓女现在的学习情况 都向唐盈盈做了介绍 唐盈盈听了以后很满意 夸赞张恒是个好人 她直接了当地问张恒 你们有没有打算要孩子 张恒摇摇头说 我们刚结婚五年 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顺其自然吧 唐盈盈说 我侄女已经十岁了 你可以考虑和正理再要个孩子 张恒看到唐盈盈心胸这么宽宽 对她十分感谢 说自己会考虑她的建议 唐盈盈走了以后 张恒就开始考虑生孩子的事情 张恒比正理小两岁 她跟正理认识的时候 父母都表示反对 说正理结构婚 而且比张恒年纪大 还带着一个小孩 他们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但张恒不这么想 他觉得正理贤惠 顾家 善解人意 所以坚持和正理结婚 最终父母拗不过她 只好同意他们结婚 就这样 张恒 正理和妓女 一家三口生活在一起 日子过得十分幸福 张恒对妓女视如己出 所以一直没想过生孩子的事情 可自从和唐盈盈谈话后 张恒觉得 确实应该有个自己的孩子了 于是张恒决定 要和妻子正理认真谈一谈 那么面对张恒的要求 妻子正理会是什么态度 张恒做好晚饭以后 正理也带着女儿回家了 一家三口和和美美地吃了晚饭 正理扶到女儿做座椅 张恒忙着收拾家务 等到女儿上场睡觉之后 夫妻俩才有空坐下来说话 张恒看着正理说 我想和你商量个事 正理笑着问 你这么严肃 什么事啊 张恒看着她诚恳地说 咱们生个孩子吧 正理一听这个话题 表情立刻严肃起来 现在这样不好吗 张恒点头道 好是好 但是我父母都六十了 他们几年前就催我生孩子 我一直没好意思跟你说 现在女儿已经十岁了 我也三十五周岁了 你还比我大两岁 如果再不生个孩子的话 我怕以后机会不多了 正理知道 政府张恒说的都是人之常情 所以她听了以后许久没有说话 她笑着问张恒 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 说生孩子的事 以前为什么不讲呢 张恒不好意思地说 我以前不好意思跟你说 总想着顺其自然吧 今天是唐盈盈提醒了我 正理一听到唐盈盈的名字 眉头立刻揍了起来 让张恒讲讲他们都说了什么 张恒把他们见面的情况告诉了妻子 正理听后起身烦躁地对张恒说 天已经不早了 我睡觉了 说完就进了卧室 张恒不知道 正理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看到她表现那么严肃 她也不好意思再追问下去 第二天早上 女儿上学走了以后 正理对张恒说 我昨天晚上认真想了 未来不影响你 咱们还是离婚吧 听完妻子正理的话 张恒顿觉五雷轰顶 张恒想不通 自己昨晚仅仅是和妻子商量生孩子的事情 并没有发脾气 妻子为何今天就突然提出要离婚 妻子要离婚 是不是因为不想和自己生孩子呢 她满心疑惑地问正理 为什么 正理回复说 我昨天晚上仔细想过了 和你刚结婚的时候 我确实觉得也很幸福 但时间久了 我才发现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你比我年轻 我不想耽误你 所以决定和你离婚 面对妻子 突然提出要离婚 张恒一天是心神不拟 她实在想不通 是为什么 难道正理 她有了孩子以后 自己会对妻女不好 如果她真是这样担心 应该和自己好好谈谈 犯不着 因为这件事闹离婚啊 张恒觉得自己回家 要和正理好好谈谈 晚上下班回家 张恒一静美 就明显感觉家中有异常 她急忙进屋查看 发现正理和女儿都不在家 而且她们个人物品 也都不见了 张恒急忙给正理打电话 问她们在哪里 正理说 你不用管了 你想好后 咱俩就去办离婚手续 张恒急了 你怎么这么任性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谈谈 你在什么地方 我要去和你见面她 正理说 我累了 不想见你 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 说吧 正理挂了电话 张恒再打电话 正理不接 发短信 正理不回 她不愿意见面 张恒也没有办法 只能一个人在家发愁 当天晚上 张恒辗转反侧 几乎一夜没睡 她始终想不明白 正理为什么要离婚 张恒决定向唐盈盈 询问妻子离婚真相 唐盈盈的话 却让张恒大吃一惊 正理嫁给你之后 如果要伤孩子的话 就必须放弃 对前夫遗产的继承权 心灰意冷的张恒 决定和妻子正理谈谈 不料妻子的态度 让张恒更是迷惑不解 正理不行一顾地说 她是钻到前眼里去的人 这种小人 我根本不想搭理她 妻子正理和唐盈盈之间 到底有什么矛盾 妻子执意离婚和前夫的遗产 到底有没有关系 被告的前夫正在播出 到了第二天上午 正理又给张恒发短信 说他已经自宣过律师了 法律规定 婚姻自由 如果张恒不同意离婚 她可以起诉离婚 正理说 再给张恒两天时间考虑 到时候 如果张恒不同意 她就直接去法院起诉 看到妻子的微信 张恒不敢相信 她做事这么绝 她马上给正理打电话 正理仍然不接她的电话 回信说 现在见面没有意义 但张恒想明白了 同意离婚了 两人再见面不迟 妻子正理坚持要离婚 自己该怎么办 张恒心里十分苦恼 突然 她临机一弄 想到了正理的前小姑子 唐盈盈 从唐盈盈的介绍中 张恒感觉 正理和唐盈盈 关系不错 如果自己请唐盈盈 去做正理的思想工作 至少能够弄明白 正理到底是怎么想的 于是 张恒马上给唐盈盈 打电话 与她见面 唐盈盈和张恒见面后 看到张恒愁眉苦脸 唐盈盈笑着问 你和我嫂子生气了 张恒苦笑道 我听了你的建议 回家和她商量生孩子 结果她要和我离婚 我也不知道 她是为什么 所以请你见面 商量一下 唐盈盈问张恒 你同不同意 和正理离婚 张恒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肯定不同意 唐盈盈笑道 你果然是个好人 但是不出我所料 正理爱的是钱 而不是你 看到张恒吃惊的 睁大双眼 唐盈盈说 我告诉你真相吧 看着唐盈盈 神神秘秘的样子 张恒的心中 泛起了嘀咕 唐盈盈说 妻子正理 不爱自己这个丈夫 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张恒立马追问唐盈盈 想要了解妻子 执意离婚的真相 而接下来 唐盈盈说的话 更是给了张恒 当头一棒 根据唐盈盈所说 正理和前夫感情很好 在前夫病危时 由于女儿年纪少幼 前夫怕女儿吃亏 就亲笔写下了遗嘱 婚后家庭财产 都是她创造的 正理在她去世后 可以继承财产 也可以再婚组建家庭 但是不能生育 否则就不能继承 她的遗产 已经继承的 也要退回来 唐盈盈介绍说 正理知道 自己只是个 全职太太和妈妈 所以当时 就向我哥承诺 他以后再婚 也不生育 所以 正理嫁给你 要生孩子的话 他就必须放弃继承权 现在他果然 选择继承财产 说明他爱的是钱 而不是你 唐盈盈的一些话 像一盆浪水 将张衡 浇得是浑身冰凉 正理不愿意 生孩子的原因 竟然是怕失去遗产 张衡过去基于礼貌 一直没有问 正理前夫留下了什么 今天听唐盈盈一说 他应该能继承不少财产 但是再多的钱 也没有感情重要 难道正理为了钱 就让自己断子绝孙 听了唐盈盈的话 张衡很伤心 他和正理认识以后 掏心掏肺地对他好 没有想到 正理竟然把财产 看得比爱情重要 他心中失望极了 也产生了愤怒情绪 他和唐盈盈分手以后 立刻给正理发微信 说 自己已经知道 他不生孩子的真正原因了 离婚前 他们应该把这个问题谈清楚 张衡微信发出去没多久 正理就回复说 你同意离婚了 咱们就见面谈谈 很快张衡就和妻子正理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张衡的心中五味杂陈 此时此刻 他只想问问妻子正理 唐盈盈说的是否属实 那么接下来 妻子正理会向张衡如何解释 他们夫妻二人最终会离婚吗 张衡和正理见面后 夫妻俩面对面沉默了许久 内心都百感焦急 张衡对正理苦笑道 我和唐盈盈见过面了 才清楚我在你心中的地位 不料 正理一听唐盈盈的名字 情绪瞬间就爆发了 他质问张衡 你为什么和唐盈盈联系 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们俩联手要干什么 张衡看到正理误会他了 就立马解释道 正理你别激动 我和唐盈盈只见过两次面 而且每次见面的情况 我都告诉你了 第一次他见我是关心你过得好不好 这次他见我是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想生孩子 正理冷笑道 唐盈盈是活手了给其拜年 没安好心 我倒要看看 他的阴谋是如何得逞 在张衡的心目中 唐盈盈是个热情豪爽的人 还很有同情心 正理为什么说他玩弄阴谋诡计 张衡懵了 不知道这两个女人之间有什么矛盾 正理不屑一顾地说 她是钻到前眼里去的人 这种小人 我根本不想搭理她 随着正理的讲述 揭开了整个案件的真相 未争遗产 唐盈盈假意出谋划策 想要阻止正理拿到遗产 唐盈盈关心的 不是他们生不生孩子 而是她想借机剥夺正理的继承权 得知真相后 张衡决定陪同妻子正理 解决与前夫的遗嘱问题 将遗嘱执行人唐盈盈告上法庭 正理在诉状中指出 前夫所欠遗嘱 侵犯了她的夫妻共同财产权 和生育权 违法的部分应当无效 正理的要求是否有法律依据 利好的遗嘱能部分更改吗 被告的前夫正在播出 正理和唐盈盈的哥哥结婚后 正理在家做全职太太 生了孩子后又做了全职妈妈 而她丈夫则在外做生意 由于丈夫踏实肯干 家里的财富是越来越多 但是天又不测风云 人又旦夕祸福 在正理女儿一岁半的那年 丈夫被确诊为癌症晚期 由于正理既要抚养女儿 又要照顾病人 所以两头兼顾起来非常吃力 唐盈盈就利用这个机会 在医院照顾她哥哥的时候 游说她哥立下一份遗嘱 称正理可以再婚 但在女儿未满18岁以前 不可以再生育 否则就丧失了继承遗产的权利 为了保证遗嘱的执行 她哥哥指定妹妹唐盈盈 为遗嘱执行人 保管她的全部财产 其中有一百万 在女儿年满18周岁之后 才能给正理 正理当时因为夫妻感情好 加上怜悯前夫 就在遗嘱上签字表示同意 所以正理在前夫去世后 财产都有唐盈盈保管 前夫去世后 唐盈盈就一直劝正理再婚 刚开始的时候 正理以为唐盈盈出于好心 希望自己生活幸福 所以内心对她十分感谢 在前夫去世几年后 她和张恒认识并结了婚 后来当张恒因为唐盈盈 蛊惑回家劝她生孩子时 正理开始怀疑 唐盈盈这样做 实际上是别有用心 目的就是让她违反当时的承诺 好取消她继承财产的权利 唐盈盈发现姨某没有得逞之后 又把继承遗产的事告诉张恒 显然是想挑拨他们的夫妻关系 听了妻子正理的话 张恒才恍然大悟 张恒不由地感到愤怒和不平 她对正理说 这些钱不要也罢 咱们共同努力 日子过得不会差 正理摇摇头说啊 我现在已经弄明白了 这些钱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不管我出不出去工作 财产都有我的一份 另一方面 咱们结婚后 你对我们母女一直很好 所以你想要孩子 我心里也很愧疚 但是鱼和熊掌不能监得 我既不能让女儿受苦 也无法面对你的爱 所以只好向你提出离婚 其实我内心也不想离婚 听完妻子正理的话 张恒的内心十分感动 她向妻子当场承诺 以后不再提生孩子的事 但是妻子与前夫遗嘱的事 要想办法解决 妻子欣然同意了张恒 那么接下来夫妻二人 该如何解决那份 已经生效的遗嘱问题呢 张恒和郑立夫妻俩 商量后决定 解决还需细订呢 他们应该一起 找唐殷英谈谈 随后张恒就给唐殷英打电话 说他和郑立已经谈过了 希望和唐殷英见面谈谈 唐殷英一听 马上警觉了 说咱们谈也没有用 我要按照我哥的遗嘱办 张恒生气地说 你哥的遗嘱是不对的 如果你不愿意 就依法解决吧 张恒和郑立都觉得 唐殷英欺人太甚 心里是咽不下这口气 第二天 他们带着郑立前夫的遗嘱 去了律师事务所 律师在听郑立 介绍情况之后 并认真看了遗嘱 指出 郑立前夫的遗嘱 有违法的地方 可以申请法院 确认遗嘱违法部分 无效 听了律师的话 郑立决定 全权委托律师 处理诉讼 很快 律师代理郑立 写了起诉状 将唐殷英 告上了法庭 郑立在诉状中指出 前夫所欠遗嘱 侵犯了 他的夫妻 共同财产权 和生育权 违法的部分 应当无效 鉴于前夫已经去世 郑立将遗嘱执行人 和遗嘱保管人 唐盈盈 列为被告 请求法院 确认遗嘱 违法侵权部分 无效 郑立 依法继承遗产 法院立案后 进行了开庭审理 被告唐盈盈 在法庭上辩解 遗嘱经过 原告正立 同意确认 是他对夫妻 共同财产 和自己生育权的处分 遗嘱应当 认定为有效 另外 遗嘱明确 原告在女儿 忙18周岁后 没有生育 才可以继承遗产 所以 现在 原告不具备 继承遗产的条件 希望法院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被告 争议的焦点 就是我们今天 要讲的法律问题 那就是遗嘱的效力 下面 我们来分析一下 什么是遗嘱 遗嘱 是指人生前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 对其遗产 或者其他事物 所做的个人处理 被与立遗嘱人死亡时 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 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 第十三条 第一款明确规定 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 立遗嘱 处分个人财产 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 第二十六条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 程序期间 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 除有约定的以外 如果分割遗产 应当先将 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 分出为配偶所有 其余的 为被继承人的遗产 遗产 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 遗产分割时 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 而现行的民法典 第1133条和1153条 也做了相同意思的规定 那么 前夫在写遗嘱使 没有分出 夫妻共同财产中 正立的财产部分 将家庭财产的全部 处分安排 显然是侵犯了 正立的合法财产权 当时有效的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38条规定 遗嘱人以遗嘱 处分了属于国家 集体或者他人 所有的财产 遗嘱的这部分 应认定为无效 同时 我国妇女权益保证法 明确规定 妇女有生育的自由 正立的前夫 用遗嘱的形式 限制她的生育自由 显然也是违法的 当时有效的民法通则 第58条规定 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1.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2.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 3. 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 或者称人之威 使对方在违背 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所违的 4. 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 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5. 违反法律 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6. 以合法形式 掩盖非法目的的 无效的民事行为 从行为开始起 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我国限行的民法典 第153条 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 正立前夫在遗嘱里 不但剥夺了 正立的共同财产分割权 而且还为他继承遗产 设置了非法义务 侵犯了正立的 夫妻共同财产权和生育权 遗嘱该部分内容 依法无效 最终 法院判决 支持正立的诉讼请求 正立有权 要求唐盈盈 移交财产 面对法院的判决结果 唐盈盈 自觉离亏 没有提出上诉 表示愿意配合执行 拿到判决后 正立喜极而弃 这不仅是一份 胜诉判决书 更是他对爱情的交代 遗嘱不再是他们夫妻生活的障碍 他决心给张衡生个宝宝 这将是他们爱情的结金 观众朋友 正立的经历告诉我们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 如果不是张衡 和正立依法维权 他们可能错过下半生的幸福 另外 正立前夫所立遗嘱 违法侵权部分 被宣告无效 也证明 夫妻任何一方 都不能把自己的意愿 违法强加给另一方 否则这种行为 将依法无效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道 就讲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男子跟情人意外得子之后 与妻子离了婚 到儿子满月之后 王志明将房屋过户至儿子名下 随着儿子长大 男子发现儿子不像自己 宪定报告上写着 儿子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 男子将母子俩赶出家门 孩子母亲却将男子告上法庭 到底是为什么 喜得儿子却被骗 下期播出